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小豆豆说电影的时间了 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带来 由同名电影改变的音剧 偷拐抢骗 首先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期内容 上期我们说到了维克月遇 查理被装 纳斯要购买阿尔伯特剩余的所有黄金 那么本期维克又出什么幺蛾子 查理能否逃出鲍博魔爪 阿尔伯特贩磨黄金的过程是否顺利 我们接着往下说 克罗伊兴奋地等待纳斯的到来 维克也开始怀疑黄金在阿尔伯特手里 可虎毒不食死 他当然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可别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比如查理 他们来到查理家 想找到一些线索 斯塔夫正好在家 他们用床单蒙住了斯塔夫浇红酒 以此逼问斯塔夫查理的下落 再说到鲍博 他在回顾的路上 遭到了德怀尔的恐吓 德怀尔对黄金也很感兴趣 他命令鲍博不要打黄金的主意 虽然鲍博口头答应 但是用脚趾都想想都知道 鲍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欲购买黄金的纳斯终于到了 可他并不着急做生意 而是来到了裁缝店做起了衣服 做衣服可是很费功夫的 两体加裁衣 再快就要几个小时了 这个挤坏了阿尔伯特 气急发挥的鲍博 又开始理见查理和阿尔伯特 甚至拿起了扳手威胁 可鲍博依然坚持男人本色 为吐露有关黄金的任何信息 查理这次够爷们 查理家不管维克用什么酷刑 斯塔夫都不为所动 可他的弱点就是酷爱唱片 维克利用他的弱点 损坏唱片 斯塔夫最终说出了 有关黄金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维克醉酒时告诉他的 纳斯终于做好了衣服 他们来到了吉普寨人营地 他们准备交易时 鲍博已经带着杀手 在外面埋伏起来 纳斯受到吉普寨人的嘲笑 愤怒之时端出手箱 吉普寨人也不甘示弱 突然纳斯身后一人中枪 他们迅速找掩护 之后一场枪战开始了 鲍博趁枪战属于优势 但要大摆地把黄金装进了车里 迪恩扔了一颗炸弹 以为没人能伤到他 他最终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鲍博命令杀手干掉埃尔伯特 这时亨利和维克出现了 他们解决了杀手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鲍博已经带着黄金离开了 鲍博家查理拼命地挣脱了捆绑 可门外有动静 于是他和斯科特躲进了衣柜 可那人进来时 没有开灯 显然不是鲍博 而是佣金最贵的杀手吉凤 之后鲍博拖着黄金回来了 正在他得意的时候 吉凤走了出来 两人还没开打 琼斯和德华尔从门外走来 吉凤和他们是一伙的 鲍博自知 无路可逃 跪倒在地 最终看了一眼黄金 便被德华尔枪毙了 看到黄金还没半天 就小命呜呼 鲍博做那么多坏事 何必呢还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琼斯坚持把黄金放在自己的鼻术 并由飞虎队保护 因为他已经找好了购买黄金的人 不愿中途有任何闪失 发生的一切 查理都看在眼里 待琼斯等人离开 他在鲍博身上寻找钥匙 顺便拿走了鲍博的手机 之后他带着斯科特离开了 此时阿尔伯特等人 已经失去黄金精神不振 他们来到了诺曼家 阿尔伯特和维克大吵一架 维克从历里恐之得知 儿子对自己的感情 阿尔伯特也从亨利那里了解到 父亲对自己的爱 父子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 第二天早上 查理来到了诺曼家 他将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伙伴们 本来失去希望的一伙人 瞬间充满了斗志 准备重新抢回黄金 一开始丽丽不同意 担心黄金的诅咒会落在亲人身上 但阿尔伯特想了一个新计划 不用直接接触黄金 而是在他们交易时抢钱 所以丽丽同意了 他们来到了维克之前的老巢 为行动做准备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把窃听器安装在琼斯的别墅里 窃听琼斯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但是别墅里有全副武装的飞虎队 他们要做到万无一失 当晚他们来到琼斯别墅的外面 伟金仇亨利先行出发 爬上树占据高点 报告别墅内的状况 之后诺曼和查理出发 带他们准备救续 比利开着摩托车 在别墅门口发出开枪的声音 引开手在院子里的飞虎队 诺曼和查理趁机潜入别墅内 他们要避开别墅内的飞虎队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安装窃听器真是休闲刺激 可就在他们偷摸着完成任务时 被一人发现了 幸好他们反应快 揍倒并绑住了他 不过他们也出不去了 因为幸好不好 阿尔伯特只窃听到交易的部分时间和地点 在他们准备行动时 亨利随身携带着书掉下了树 此时查理也遇到了危险 诺曼中弹 行动暴露 维克和阿尔伯特去救他们 诺曼本来还有活下去的可能 可是为了救维克 他丧命了 琼斯为了赶去交易 便不再和他们纠缠 前击之下 维克躲进了琼斯的后备箱 绿里 克洛伊 罗蒂三人作为后援 根据交易的部分信息 查出准讯时间和地点 而赛赶去码头的路上 查理拿出了鲍勃的手机 说里面有琼斯的犯罪视频 于是他们打开手机 将视频上传网站 将琼斯的罪行公之于众 蔡德华尔他们加油时 亨利为了救维克用斧头 砸向他们的后备箱 他可真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疾风要求亲自解决他 于是杀手和鬼剑仇之间的对决 最后疾风死于自己的骄傲自满 他们来到交易地点 和琼斯做交易 也是黑帮 手里都是家伙 琼斯准备从后备箱搬出黄金时 维克的出现 让他们短时间陷入了惊慌 同时维克也陷入了危机 埃尔伯特出现了 他在斯科特身上包满了手榴弹 要求对方放了维克 否则都玩完 没办法 他们只好同意 就在此时 外面警车声响起 趁乱 埃尔伯特释放了烟雾弹 将钩子钩在前车上 查理和比利在外面接应 仓库内发生了枪战 关键时刻他们的车坏了 他们只好通用警车 可钱实在太多 装不下从枪战中 逃出的维克和埃尔伯特 这得分开逃跑 比利和查理遭到警察追击 在他们无路可逃时 埃尔伯特开着查车出现 维克打烂了警车的轮胎 他们抢前计划成功 而此时 琼斯和德怀尔也结束了枪战 他们找到正在挪动黄金的德鲁比 将结毙命 这时 一个警察用敲瞄准他们 琼斯用德怀尔做盾 干掉了警察 德怀尔也中枪 大难临头各自飞 德怀尔对琼斯那么忠诚 最后还是死在了琼斯手上 也不想象 琼斯是什么样的人 只能说火该 琼斯把黄金装上小船 露出贪婪的嘴脸 可维克的一个手榴弹扔去 黄金沉浸了海里 最后无人得到 琼斯被捕 坏人终究没有得到好下场 行动成功的埃尔伯特一行人 乘着船逃离了伦敦 查理也如愿和克罗伊在一起了 看完这部电视 小编有深刻的思考 首先 投枪拐骗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应该效法 其次 我们中国对枪支进行管制 是非常明智的 减少了很多危险发生的可能 在监狱内 只要有钱 和外界联系完全不受阻 是认真的吗 我相信 才中国不会存在这种现象 作为中国人的小编 感到幸福 你们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